《亭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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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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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兄 你试人试鬼 嗯 嗯 嗯 江兄 你这是 我每次是展完金花十月书之后 都会昏睡两日 不足为奇 怎么回事 这种情况闻所没闻哪 是 无事便好 张平 你便在我府里休养吧 蓝大人 何事 这个市长 没有理念这个人了吧 死在中魂岗上 他父兄母见 也算是死得其所 免了心绪的折磨 那半月楼里的执行者 贾老板 支夏姑娘 已经被你们送口了吧 欢场营生 谨言慎行 本施立身之盆 既然线索都被蓝大人断了 那死无对证 不便告辞了 大人 您养了多年的金鱼 被人喂死了 小鱼啊 你说我这样小 命运怎么这一半坎坷 陈公子 你朋友不行了 你自己看吧 渔夫不吃鸡饱 有食就吃 你喂了这么多 活活把我家大人养了五年的金鱼 给撑死了 对不住啊 方才一席情急 这金鱼哪里买的 我赔给大人 你知道这金鱼值多少钱吗 十两 一百两 这么贵 对 就是把我全家老小卖了 我也赔不起啊 罢了 我府中刚好有些活情 需要苦力 你来做工抵债 如何 要我在兰府洒扫庭院 还是下厨缺组 只 只要兰大人不嫌弃就行 这一百两得干到什么时候啊 你家可有人 能陪你一起以工抵债的吗 这个事情因我而起 我陪陈仇留下打工还债 难道你兄弟情深 那剩下的就由徐东来安排 遵命大人 谢谢大人 谢谢大人 刚出门 就发现两条金鱼吃翻了肚皮 陈仇之前一直在浴缸前流连不去 心想这不正好借口把他二人留下 眼下事情才刚解决 若他二人出去把话传开 难保不再起风波 让他们一时半刻 无法脱身便好 是 大人 从今天开始 柴房就给你们管了 这些都得批完 一定要批整齐啊 我家大人的吃食 是十分讲究的 那 那我们住哪儿啊 当然住柴房 江兄 都怪我 还累了你困在此处 我要是不留下 你得干到下班的辈子 对啊 这些活儿分明要干十几天呀 这些活儿分明要干十几天呀 果木移熏烤 松木移爆炒 栗木移炖肉 这儿也有 这儿也有 蓝大人来了 嗯 张平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不同的饭菜 又要不同的柴火少 这样味道会更好 蓝大人 张兄的意思是 他在劈柴和喜柴之余 秉持着对饮食 一贯的悉心钻研 发现哪 这不同的饭菜 和不同的柴火搭配起来 也有其门道 所以呢 就将这些柴火啊 做了分类 以便于提升 蓝府的餐食品质 原来如此 盛好 盛好 张平 本官只知道你好探案 没想到这杂役 做得也是如此有天分 在这柴房 也是如鱼得水啊 还好 那本官 还要谢谢你了 当然不必客气 举手之劳而已 但若觉得满意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走了 这么多的柴火 就凭你们两个人 几日就劈完了 蓝大人请看 这便是张兄打造的 批柴神器 张平 你来演示 我来演示 我来演示 默契点 我来演示 只要把木材放进神器内 这个框架 便会将木头框柱 使其活动范围变得很小 匡当一锤子下来 木材底部将会瞬间接触到斧头上 便会一分为二 张平 你再多来几次啊 让蓝大人看看 什么叫做效率 蓝大 这个便送给您了 您福利以后接着用 既省力又高效 当初说干柴房的活抵债 是按天数算的 你们才干了几天呀 好意思抵一百两吗 可是你们之间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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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大人 您福利还有什么活 尽管吩咐啊 素素跟来 不是 从今天开始蓝府的毛测也都归你们管了 什么 让我们刷毛测 张兄 我怎么感觉蓝大人故意在整我们呀 赶紧干完活离开吧 嗯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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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日张萍安生了不少 一直跟着陈仇努力干活呢 正好摸摸她的幸福 一个一个来 再来碗 真不错 怎么跑到后厨了呀 一个一个来 还对 还对 都有 都有 你给我炒吧 我再来一碗 一会儿还好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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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大人 你们来这儿做什么 做粥 蓝大人 近日天干物燥 这大米 味干性瓶 恰好能补中义气 我特意为您留了一碗 正准备给您送过去 您尝尝 坐吧 好想要打开 请老师 张平 这枣香甜可口 你怎么想起做粥了 我发现毛测如测 用的是斯帕和宣纸 塞笔用的是大枣 按说丝缎当壁体 纸张当书写 食物当果腹 我觉得你们都用错了 所以我把斯帕和宣纸 换成了竹片和粗布 把大枣换成了残茧 最后把换下的大枣 煮了这粥 你干吗 你 到底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 再说 张平 你如此羞辱我们大人 是不想从兰府的大门走出去了 为何是羞辱 我自己也喝了两个大碗 要不是为了给您留 我还想再喝一碗 柴房一事后 我的确猜到了 您是故意设计把我留下 您的那些手动我不感兴趣 能够揭发您的证据我也没有了 您不必换费心思在我身上 但若下次再碰上 我还是会查 你既认定我居心叵测 又为何在中魂抗 折返旧 当时您是受害者 我不能眼看黎娘杀人犯法 这世上还有你这种人 我们关于是第一次见 也罢 只要你保证进口不严 其他的一笔勾销 你便可以走了 您欠我的五文面钱得还我 您把这钱还了 咱们就彻底两清了 发生了这么多事 你惦记的却是这五文钱 给它五文 还差一文 蓝大人 告辞 给它五文 佩芝啊 佩芝 你说是吧请我喝茶 可让我猴等啊 莫文尽量 刚料理完昨夜的事 张萍的事情解决了 暂且落得清晴 我看到张萍 就想到了十年前的你 曾经 我年少时 可不曾像他这么直愣 不直愣 不直愣 你我能够相识 臭病 公子 再一个吧 拿一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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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留步 这是我给你家公子 补衣衫的钱 这 哪儿来得穷算 不是太绝了 敢挑衅当朝太尉的公子 你这叫不直了 不过 要不是因为这没铜板 咱俩也成不了朋友 王大人 请喝茶 请喝茶 喝茶 喝茶 我的意思是说 你对张萍 还挺欣赏的 我只不过是看不惯他的执拗 想看他低头而已 不过 也不得不承认 那小子的确有点本事 后来我去半月楼善后 从贾老板的口中听说 那日张萍折返回去 很快就用棋树 找到了真凶 什么棋树 你还记得那个发颠的五姬吗 当日张萍给他施了一个 叫什么 镜花水月树 说是可以让人 关照内心 回忆重现 果然他就从记忆中 发现了蛛丝马迹 找到了真凶 李娘 回忆重现 你不是一直在找 当初带你爹走的那个女人吗 有了这般奇数 或许 可以让你想起更多细节 那叔先走了 你们抽时间啊 去我那吃羊肉羹 好嘞 我走了 蓝大人给来泡汤 我有事找你 刚去了你家 他们说你在这儿 我们之间不是已经两清了吗 蓝大人 有什么事 咱们还是回家里说吧 嗯 这样 正 正兄 你叔拿反了 你可知郭宇 信下人在何处 案例应该流放到了 贱难 灵难 或者气息 我是罪臣之子 他捏准了我的死血 极力栽造 我若不还金 下场只会比他击惨百倍 我若不还金 我若不还金 我对抄堂之事不感兴趣 大人一话直说吧 实不相瞒 今日前来 是听闻你会骑术 可使人重现回忆 想来了解一下 没问题 大人 我是孤儿 当年师父捡到我的时候 热水器就在我身上 我虽记不起儿时的事情 但却对他亲密无比 好像天生就能和他相互感应 但我并不知道 此树起源在哪儿 《金花水月》 是我师父起的名字 师父说 此树能让人 在水月境下的叙叙事实中 亏见本心 但有什么事情 需要用此树探究呢 我想请你 帮我找出一个人 张萍 你若不愿帮我 我也不勉强 我倒没什么 只是这个事情 要看大人自己的意愿 此话何意 如果授了《金花水月》 就等同于 对我坦诚心扉 所有秘密毫无保留 若我另有眼中 无法弹成 那《金花水月》是没有用的 罢了 你今日权当我没有来过 大人 干吗 干吗 气走了 这位小姐总可以了吧 歌声曼妙 听得我如痴如醉 这还不行 这到底什么样的才艺 才能打动她呀 是啊 酒 我的酒呢 这花生太能喝了 酒都送来好几车了 她到底要画什么呀 听说 她要从全京城的官家小姐中 选出一位才艺兼优的 画到自己的封笔座上 全京城 下来要什么呢 还不赶紧把酒送上 酒 来了 画上 都整整一夜了 家人们争齐斗艳 你少了三十余整 酒也饮了数十滩 可这画怎么还是一笔未下呀 什么企业 什么企业 一刻刻了无声趣 为爱恶戏 白剑过 这笔恶戏卷 世上仅此一副 强求画上去 岂不糟蹋了这笔卷 咱们画上今日的封笔之作 怕是一幅白卷喽 下一位 护布尚书之女 楚启儿 未为新生献武 请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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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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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这心迹一样 是啊 奥式家座呀 奥式制作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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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小姐 你赢了 小姐 小姐 小姐没气了 рач 老爸 这怎么ώρα 这个女孩 tehd annum 她身材人在何处 就在西台边上 去找他 问清情况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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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